这个边上都有一个来回的搓板针 就是你织完一组小辫子花织到这边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要织一个来回的搓板针 然后再织下一组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第一个是用的霉红色的线织的 那你下面用紫色 后面这个花跟着花一起织的都是紫色的 如果你第一个这一圈 第一个来回织的是紫色 然后这边是织的霉红色 那你下面跟着这个变子花织的都是霉红色的 那你们这个自己可以按照自己喜欢 你想要用哪个颜色跟着变子花一起走 那你到第一圈就织另外一个颜色 第二圈就织跟着变子花一起走的这个颜色 大家听明白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用霉红色的线织 第一圈用霉红色 第二圈用紫色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织好的 所以我们要跟这个颜色搭配起来 来我们这边就不用这个现在就开始不用加蒸了啊 就就全部把它